請董事長來進行授旗 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李文中 攜手中央幹部為授旗儀式拉開序幕 好 董事長還有總經理 即日期一直到8月底 北捷將進行為期4個月的公益活動 除了前往偏鄉學校 也將籌備暑期英語資訊營隊 號召有英語級資訊專長的員工 一起辦教育 我們在暑期會召開了一項所謂的英語資訊營 就是說我們在裡面的領選 具備英語跟資訊的專業同仁 讓他們在暑假的時候去陪陪孩子們 教他們英文跟資訊 目的是希望這些孩子們 能夠用英文來介紹他們的部落 回顧去年是北捷公益元年 當時領選原住民同仁回到母校分享成長經驗 貢獻專業協助改善硬體設備 並邀請無所學校的師生代表 北上度過三天兩夜 搭北捷走透透獲得廣大迴響 最重要的 我們是會在8月份 會在我們的新中山現行公園 舉辦這個原住民文化週 為期一週七天 那這裡面會有四集跟音樂會 我們會跟台東縣政府還有原住民委員會 一起來舉辦 歡迎大家來參加 而今年北捷列車持續前進 除了華東地區的校園 另外也加入宜蘭及台中兩個縣市 也將於台東市政府和原民會共同舉辦市集 讓公益活動規模越來越盛大 人間衛視鄭秉承黃盛全台北採訪報導